焦麻鸡和凉白的麻辣鸡啊一些菊味 不是太注重的鹿香味 所以鹿料的相当于再说点烧鸡 最多点就可以了 提点味道 香料的先煮过大概十分钟 这个味道引进水里面了以后再下鸡 甚至它自己的味道就往里面再摔 然后少放一点盐 凉白的你如果不提前放盐的话 盐味它始终是在表面的 调到里面的时候它就变成了 基本上就是三十分钟未接触 然后那筷子就剁了才有没有血水 因为这个是跟鸡的厚度是有关系的 出来的是变成了就变成了 刚好煮了三十分钟 炸料先搭了 做菠菜做菌子 打水上去切鸡汤 收拾 冬天的话都变好明香 就放常温把它弄了就可以了 香肯定是不用说的 老香 四川里面的200鸡 你能吃的5鸡 它相对于像米菜里面的这种鸡来说 没有非切鸡来说 它就完全是相反的口感 它要的就是干香 煎白鸡 红油鸡片 收拾鸡 叫它叫马鸡 这些东西 非切鸡要的就是冷 吃了嘴巴头很冷 轻轻嚼就冷 四川这边的鸡饭吃鸡 有点嚼劲 干香 所以鸡是两种鸡嘛 煮的时间那些外却都不一样 洗掉 上面 吃 倒口花椒 花椒的分量可在于花椒的品质 我的花椒是相当麻的 非常好的花椒 现在要买150块钱一斤的花椒 所以说就这么多就够了 这把花椒稍微切一下 大概切水了以后 喝到虫一起切 水虫 捏它 喝到虫一起它就得软泡 既然这是多水就可以了 这把鸡 叫麻鸡 调料是相当之简单的 做出的就是 花椒香和鸡的味道 盐 刚刚煮的时候放过一点盐 所以现在也就不用加太多了 加一点点生抽就提一下味道 香油 鸡蛋 鸡蛋 炒鸡 再加一个鸡蛋 然后就是这个 高克花椒 高克花椒 鸡蛋 鸡蛋 够香 这个叫麻鸡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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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客位还是自己去调的 对 鸡蛋